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羅馬將會在歐洲聯賽決賽對鎮西維爾 而主帥摩連奴在賽前接受訪問的時候 談及了相關話題 摩連奴展望這場決賽的時候表示 我並未過多考慮我的職業生涯曾經贏過些什麼 過去是一直存在的歷史無法被抹去 我還是展望未來 話許這些就是我足球哲學的秘密所在 我從事這個行業已經很久 這場決賽是新的對決 現在我所考慮的並不是我能夠贏什麼 而是我能夠為羅馬的球迷帶來快樂 羅馬是一座因為足球而充滿活力的城市 而球隊代表著歸屬感 我已經從事足球很多年 大家認為我看起來的樣子比實際年齡更老 或者看到我滿頭白髮就認為我已經老 但是我仍未老到考慮不思進取 在未來的很多年 你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身影 當被記者問及取得成功的秘訣的時候 我連勞就說 我不認為存在什麼秘訣 問題很簡單 我們經常都忘記 無論是足球或其他行業 最重要的永遠是人與人之間的基本 我可以代表我的球員坦然 我們已經付出了一切 我認為正是這種態度 羅馬的球迷才會如此尊重我們 並且對我們產生極大的同理心 我們每天都在努力創造羅馬的歷史 通常來說 只有擁有偉大歷史的豪門 才能夠連續兩年進軍勾戰的決賽 就算對這些豪門來說都不容易 而對我們來說 現在的成功擁有巨大的價值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